新闻的现场,高雄市警方破获藏身在套房内的贩毒集团 祖先还特地加装了防暴钢门躲避警方的查气 远警埋伏多日,顺利的攻坚 但是嫌犯涌枪自重,活力很强大 还好远警破灭的时候,毒贩正在睡觉 突然被惊醒过来,来不及反击 才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 远警贺枪实弹,猛力踩门 费了五分多钟,终于破门进入空间狭小的套房内 赶紧将毒贩压制在地 毒贩为了提防警方随时上门 枕头旁就放了两把改造手枪 幸好远警进入时,嫌犯还在睡梦中 突然被惊醒,来不及拿枪反击 我们研判他一时也吓到了 随后在他的床头 找到两把已经上场的改造手枪 高雄市警方埋伏跟监多日 终于在前阵区查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黄性嫌犯 这个贩毒集团藏身在大楼内 还特地装上了防爆钢门躲避茶器 其中陈信主贤穿着入食 还会喷上特定香味的香水 让警方寻现破获贩毒集团 他平常打扮入食 而且他身上香味相当浓 我们之前在进行跟监的时候 多次跟监都会循着这个味道 找到陈信主贤的下落 警方在现场查获大量毒品 还有三把改造手枪 信号攻坚进入时没有发生激烈冲突 否则依毒贩的活力 恐怕会造成严重伤亡 中天新闻王家庆 张信颖 SN小组